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盼望就是那永远的神的国度 天国 我们每个人因信耶稣基督都要去那里 那么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得救的信徒 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存着这天国的盼望来生活 并且来担担我们在这地上的每一天 每一天神所交付给我们的工作 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经文 提摩太前书六章一到十节 凡在恶下做仆人的 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 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亲看他 更要加以服侍他 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 是信道蒙爱的 你要以此教训人 劝勉人 若有人传异教 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敬前的道理 他是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 庄好问难 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嫉妒 纷争 毁谤 妄疑 并拿坏了心术 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净 他们以敬前为得力的门路 然而 敬前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依有识 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妄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我们听了提摩泰前书六章 这一一节到十节的经文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一到二节的经文 那么在这一节到二节的经文里面 保罗先向提摩泰讲了 作为我们在这世上 成为一个仆人的一个身份 如何来面对我们的主人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教导 那么在当时呢 社会制度里面 依然有这个奴隶的制度 存在一个很特别的 这样的特殊的情况 那么当时相信耶稣的人里面 有很多奴隶 那么在这里面 保罗不是在讲 他不是在说奴隶制度的一个正当性 不是说为了正当化这个奴隶的制度 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误解在这个里面 不是认同这个奴隶的制度 在这里面保罗所强调的是什么呢 那么作为拥有天国身份的人 我们是有双重性 一个呢 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有天国的生命 但另一面呢 我们呢 却生活在这地上 那么我们在这地上 无论是谁 我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角色 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身份和位置 但不管这个身份位置如何 我们都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 我们不是因为身份而去天国 不是穷人都能去天国 也不是有钱了都能去天国 也不是道德好的人都能够去天国 能够去天国的呢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 因为神的这样的拯救 我们才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 去天国 去天国 那么保罗在这里面说 做奴仆的要怎么样呢 要尊重自己的什么样呢 主人 尊重自己的主人 要顺从自己的主人 为什么保罗这样讲 那么我们相信了耶稣 我们在这地上工作生活 那么耶稣来并不是为了改变 这世上的制度而来的 他不是为了革命而来到这个世界的 耶稣来是为了拯救我们 并且我们也要知道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是要去天国的人 这地上并不是永远的 这地上并不是永远的 我们是刻履在这世界里面 我们只是在这世上的呢 是暂时的 所以呢 并且我们被蒙召 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都是带着自己不同的身份来 相信什么样呢 耶稣的 所以呢 保罗在这里面强调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也要在自己的这个身份里面 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耶稣没有来闹革命 没有推翻这个制度 耶稣要做的是让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盼望 在那永远的国度里面 所以在这里面讲 虽然你现在是奴隶 但是要在你的所处的环境里面 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的职份 你要活出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来 这就是保罗的教导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有不同的这个身份在我们的身上 有的是在做经理的 有的是做老板的 有的是做这个一个文职的 有的是跑这个销售的等等 或者你在工 你是开餐厅的等等 有很多的这样的工作 那么我们今天相信了主以后 我们要在我们的位置上 要活出这个信主的生命来 我们基督徒要创造出 我们自己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我们的一个生命 我祝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今天在你的位置上 真的能够活出 耶稣基督的生命来 保罗继续在像提摩泰 教导说 在三节到六节里面 是信徒在错误的教义面前 或者在异端面前 不要受迷惑 那么三到六节里面 讲述的就是这一点 你不要受迷惑 我们要加强我们每个人的 敬虔的训练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得救了 然后我们要去成长 教会要有三个内容在里面 第一个就是敬拜上帝 教会的职能 第一个是敬拜 然后第二个就是养育 教导和训练 相信了耶稣以后 要有很强的养育和教导 在这些信徒身上 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要有成长 生命去成长 然后去成熟 这是教会里面的 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倍增 就是宣教 区域宣教和跨文化的宣教 那么我们相信了耶稣以后 教会呢要有这样的 一个态度 教会要有这样的责任 我要去养育信徒 那么信徒相信了耶稣以后呢 信徒要有这样的一个 决志 我要接受养育 教会里面要有一个 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 养育的文化 只有我们用真理的知识 来装备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分辨一端 分辨错误的教义 我们才能够不陷入 这样的迷惑里面 所以我们要接受 非常强的这样的学习和训练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今天生活都很忙 工作呀 学习呀 但即使再忙 我们要知道 这是得生命的事情 生命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在这事情上 下功夫 下最大的功夫来 投入时间 来去学习圣经 茶经 让我们的生命 先长起来 成熟起来 然后保罗在七节到十节里面 十节里面 在这里边教导说什么呢 说不要去因为吃的喝的问题 去起贪心 去留恋 或者专注这些事情上 我们吃的喝 喝的穿的非常的重要 耶稣也没有否认过这些 所以当魔鬼试探 耶稣说 如果你是神的 而是请你将这石头 变成饼吃的时候 耶稣说 人活着不是当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语 耶稣没有否认吃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比吃的喝的穿的 更重要的 我们的肉体 更重要的是灵里面的 它能满足我们的肉身 却无法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 并且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终点不是这地 我们的终点是那永远的国度 我们要建立这个生命 进入那永远国度的生命 我们要在这上面下功夫 我们要在这上面去投入我们的时间 投入我们的精力 我们要得到那天上的赏赐 要不然我们很多的时间 精力会花费在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的事情上 我们要知道 我们都是一个仆人 都是一个好的管家 所以我们有天国的盼望 然后在这地上的正确的 对物质的态度的时候 物质观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这地上 成为一个中心的管家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你里面 那天国的盼望更多呢 对于属灵的关心更多呢 还是对吃的喝的穿的 物质的关心更多呢 我祝愿大家通过今天的话语 生命里面有调整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啊 感谢你通过今天话语的教导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 是在永远的国度里面 主啊 我们在这地上是客旅 主啊 让我们比这肉身的 更注重对灵力的建造 主啊 求主你祝福引领 与我们一起同在 让我们今天做灵修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生命都有翻转和调整 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也求祝你祝福 把这一切的东西都给我们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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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